为了响应世界母语日 高雄市立图书馆总馆及时间分馆 共同办理系列活动 而其中以原住民文化作为馆藏特色的前证分馆 举办阿美族委主题的系列活动 希望透过原住民的儿童预言故事 再结合手作体验欣赏足语之美 各种代表原住民元素的物品 还有达武族的独木舟都陈列在图书馆里面 这里是高雄市立图书馆前证分馆 由于地缘关系 以原住民文化作为馆藏特色 今年更是配合2月21号事件母语日 举办与阿美族作为主题的系列活动 那我们这次活动的主题 其实比较着重在阿美族 这是搭配说前证分馆 我们所在区域它的一个历史特色 因为我们临近前证工业区 所以在早期高雄市发展的轨迹下 我们会有很多的外来的移居人口 那当中它又以原住民的部分 它是以阿美族为最多 所以我们这次锁定就以阿美族为主要的一个族群 为了让小朋友可以更认识原住民 前证分馆也透过说故事达人的演说 利用深入浅出的原住民儿童预言故事 不仅是要让小朋友欣赏竹语之美 也期盼借由DIY的有趣体验 更进一步的了解原住民文化 说故事活动的内容 它包含了很多的族群 主要是介绍原住民它在高山 高山原乡之间狩猎的一些状况 还有他们和那个南宇岛上的生物之间的一些样貌 以及他们比如说泰雅族他们的纹面 那我们的这次的活动的安排还特别有针对纹面的部分 会做一个手作的部分 他就会手作成彩虹的口罩 希望透过这样子有趣的方式 能带领我们这个地区的孩童 他以一种比较轻松的方式来认识原住民的文化 生态和他们以前的一些服饰特色 公众坊主要是针对阿美族的部分 也会有亲人带的手作活动 为了响应世界母语日 高雄市立图书馆及时间分馆 配合教育部串联各县市的公立图书馆 共同办理母语日系列活动 日前也在具有戏曲文化馆藏特色的 钢山文化中心分馆举办首场活动 以台语为主的台湾传统表演艺术歌仔戏作为主轴 期盼借此让民众认识及感受传统表演艺术文化的感染力